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白色打底第二遍 好 接下来呢 我用到了一个西瓜红的一个颜色 在这个指甲上呢 从上到下斜着去给它刷 好 接下来呢 我用到了一个粉色 然后去给它刷两边的位置 接下来呢 我又用到了黄色 好 黄色的量呢 稍微少一些 不用太多 好 就让这个指甲呢 看起来有一些深浅的颜色 好 照灯好之后呢 我用到了西瓜红 还有白色 那我接下来用的这支笔呢 是小排笔 好 一面蘸一个颜色 之后去给它调成渐变颜色 在指甲上呢 给它刷一个半圆 好 在之前画过的上面呢 再去给它刷一个小的一个半圆 画的时候呢 最好是画一笔照一下灯 画一笔照一下灯 好 花心的旁边 我给它画画的花瓣 好 另外一边呢 也是一样给它转过来 好 在花瓣的旁边呢 我们再去给它加小的花瓣 好 那下面的这个位置呢 我也可以去给它加一笔 好 那这个位置呢 我就给它画一层的效果就可以了 花仙 给它包过来 好 接下来 我们去画个花瓣 绿色呢 尽量选择深一点的绿 一样 我们挑色的时候还是加入白色去挑色 还是用到绿色去给这个花呢 做一些装饰 我们再用到白色的彩绘胶去给这个指甲呢 包边 好 贴纸贴好之后 要给这个贴纸压平 那我们还是要去涂一层加固胶 这样呢 这个贴纸呢 就更不容易掉一些 用到西加固胶里 把浮胶清洗干净 最后呢 我们涂亚光封层 照灯好之后 这个款式就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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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